詞曲 李宗盛 世上美好的光景 全都因你而存在 請相信 意外不會一直來 藏在愛裡變得好與壞 甜的讓人醒不來 你的美眼 你的笑沒存 I love I love 別走太快 我自己來自的地方這樣 你知道今天在你來之前 我有先就是 因為我有先試你手上那一隻麥 然後我就有先猜測你可能會講什麼話 那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樣 就是嘿又大好我是吳飛 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操作slogan就是 設計就是這樣子 不需要太多 這個是設計過的 對 因為要自己來自哪些地方 ok 要來自奶奶那樣子 那我就說我來自台北木柵 政治大學這樣子 ok 差不多 好那今天吳飛來呢 就是想要宣傳 Not Bad這張專輯嘛 新專輯 是 那你可以先簡單的跟聽眾朋友 分享一下這張專輯的概念嗎 好 這張我的全新首張創作專輯 Not Bad它就是 其實就是在記錄我21歲的生活 21歲的日記 21歲的成績單 對我覺得 因為從18歲 森林之王 然後到21歲 我覺得這三年 就是我過了非常充實的創作 所以就是做了很多很多首歌 然後我覺得這十首歌就是代表 我這三年的一些經歷跟一些故事 對 所以說這些歌都是這三年來創 就是創作出來的嗎 對對對對對 有一些有一些 呃可能概念或者是句子都 是有在高中的時候 像各就各位好了 各就各位就有在高中 有一些句子對我來說是 呃蠻重要的 所以就有特別把它放在專輯裡面 所以可能是高中的時候 就先寫demo 可是可能沒有那麼完整的餐出 對 然後之後再把一些什麼編曲啊 或什麼加進去 然後完成這張專輯 呃在千辛公司後 然後跟不同的製作人 新的製作人 一起配合 然後一起製作的 對 然後其實之前也有一些歌曲 對之前本來在 呃國高中的時候 就有做一些demo 但是就自己沒有很滿意 所以就 就有遇到新的製作人 就有重新的在 在做一些新的東西 那這裡面有哪幾首歌 是你為了這張專輯 特別去創作 特別去寫的嗎 嗯 起點是嗎 起點是 起點是第一首歌 哦 因為那時候開始說要 製作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嗯 就想說 嗯我要找一個 有一首代表性的歌 對 我要找一個女vocal 啊 對然後呢 我就想說 呃因為我們從生理之王認識 嗯 就那時候就找到 然後後面有那個全明星運動會 對對對對對 所以起點算是我 這一張的第一首歌 嗯 所以也很 也很特別很奇妙 就是它剛好就叫起點 哦 有一種就是 Beginning的感覺 對對對 而且這樣也蠻酷的 因為它 起點其實很早就做好啊 哦是哦 就等於是 呃十九歲 所以是差不多兩年前 兩年前就已經做好 哦所以生理之王一結束 你們就創作這樣 呃這首歌 對對對 哦就是後來到這張專輯 然後才把它擺進去 放進去這樣 好那這麼 這張專輯裡面有這麼多首歌 那如果想請你用一種酒 無非平常會喝酒吧 會 當然 對 然後呢就是如果用一種酒 來形容你的這樣專輯 你覺得會是 哪一種酒 呃我覺得是 長島冰茶 哦為什麼 怎麼這麼說 長島冰茶 第一個它的濃度很高 對對對 超容易醉 然後 呃 裡面有 裡面有 就是它有它其實調酒啊 嗯 它摻了很多很多酒精 我覺得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這張專輯對我來說 它就是分三個階段 嗯 就是可能我從一開始 剛速社會 我就覺得 呃我不服 嗯 對我覺得 那個部分就代表 伏特夾 哦 對 有一點濃度了 然後呢中間 第二階段就是成長 哦 成長對我來說就是 可能裡面少許的一些檸檬水 就是一些酸 啊 對 然後 呃第三階段就是成長 嗯 我覺得就是 欸第二階段不是成長啊 哦第三階段是 第三階段是 就是 呃起點啊各界規劃的啊 就是 重新我開始要 哦 認識跟踏入這個 這個產業內 我覺得就是可樂吧 就帶了一點 哦 對 帶了一點甜味這樣 哦好棒 所以它是一個有層次的 對它是有層次的 對其實很濃烈的 再一點苦澀 我覺得裡面就有很多酸甜苦辣 哦 對我來說 這三年就是酸甜苦辣 嗯 很多東西混雜在一起的感覺 而且非常 濃度非常高 對一定要濃度高的 對非常充實 一定要 所以你是喜歡喝就是濃度高的酒精的人嗎 對我 我 我覺得喝酒的話就是要醉 所以 所以 喝啤酒又要脹氣 就是 怎麼樣喝不醉 對所以就是喝 我很喜歡喝 高濃度 的酒精 嗯所以長島病材就是你這張 對 not bad專輯的一個形容 對 我剛剛其實腦 腦袋中有 浮現 我想說 威士忌 可是我覺得我的年紀還沒有到 哦 威士忌有點 老陳的感覺 對它有點深度 有一點 滋深的感覺 我覺得21歲我還沒有到威士忌的階段 對 你可能可以30或40歲的時候 對 再產出一張威士忌 對 啊可能40歲就是高粱了 哈哈 那越來越老的感覺 對越來越老 可以可以 那因為你這張專輯裡面目前那個 主打歌 Bird Eye 好像就是我看到成績還蠻不錯的 快要破百萬人那個MV的點閱率 嗯 那這首歌裡面呢 主要是講述了你認為說 如果我在一段感情裡面 沒有辦法給予對方好的物質生活 那只有喜歡是不夠的 那我就很想知道說 那你覺得一段感情裡面 必須要有的元素是什麼 一段健康的愛情 嗯 嗯 我覺得 呃其實我在寫Bird Eye這首歌的時候 嗯 其實它不是 呃百分之百代表我現在的處境 因為我覺得它 呃 因為像我這個年紀21歲其實 比較少人去談物質或者是賺錢啊 收益上面 對 所以其實我是 我覺得Bird Eye代表是我 價值 愛情的價值觀 嗯 對就是我認為男生必須要有能力 我覺得再開始談戀愛會比較好 對如果 所以不一定是你自己的狀態 只是你的一個想法而已 是是是 那如果真的說愛情裡面真的需要的話 我覺得第一個是信任 嗯 對然後 我覺得到 呃 真的到 必須要踏入婚姻的階段的話 我覺得物質是蠻重要的 對我覺得經濟能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那你有想過幾歲要結婚嗎 我沒有想過結婚這件事情 哦真的 可是我覺得 嗯 因為我是 我是有點大男人主義的 嗯 對所以我覺得 呃 如果我沒辦法當照顧者的話 我覺得那 應該先把自己 先把自己顧好的感覺 對 哦所以現在這件事情還沒有在你的 就是想像當中這樣 是 哦好 那你覺得 因為我自己好奇 自己認為啦 你覺得喜歡 就一定要在一起嗎 喜歡就一定要在 哦 是嗎 我覺得是喜歡程度 就是如果 應該是說 喜歡不一定要在一起 但是 如果真的喜歡到了愛的話 就會想在一起 嗯 好因為呢這個 這個是我自己想問的 對 因為我自己的狀況是就是 可能有很多就是喜歡的 互相喜歡的人 嗯 不是同時間啦 就是不同時間 有不同喜歡的人 對 可是常常就是 有時候會就是 沒有辦法在一起 遇到這種狀況 所以你覺得 就只是因為不夠喜歡嗎 我覺得是 因為 因為如果 真的喜歡的話 要怎麼樣 就是 類似是 可能有很多顧慮的點 之類的 像是 對 越說越那個 像是什麼 越說越 暴露越多信心 像是什麼 你是講到自己的心聲 對啊 來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就是類似可能對方覺得 哦他還沒有準備好 或者是 之類的 或者是他有他的其他的顧慮 你剛才說的都是 他有他的 所以你是可以的 我可能覺得 哦我 可能我現階段 我現階段 OK我準備好了 但對方可能就覺得說 哦他 有他 他覺得他還不夠 有 就像你剛剛說的 就是還不夠有能力 可以去照顧一個人 那他就會覺得說 那現階段 沒辦法在一起 就算喜歡 但是沒辦法在一起 對 你覺得呢 哈哈 嗯 來聽一下 童林的意見 哈哈 我 我是覺得啦 就是 呃 因為 我們都是21歲 嗯 對我覺得在 我們這一代 呃 年輕人身上 我們現在剛好 都是要 準備出來 從本來開始 奮鬥 從本來開始要 競爭的那一代 所以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 本身是很矛盾的 那我覺得 真的我 最 呃 期望跟 最想要的愛情 就是 可以共同成長 嗯 就是 一定會有哪一方 但是 如果兩個人能互相幫忙的話 可以一起的話是不錯的 所以你覺得那個都是借口 對我覺得那些都是借口 哈哈 好可以可以 我知道了 沒問題 那你自己就是 有 可能有 曾經有一些經驗 然後是 你可能很喜歡這個人 但是你覺得 錯過很遺憾這種嗎 還是都沒有 你只要有喜歡 就會在一起 其實還好我是 我如果真的很喜歡 真的很想要 的話我會 把握住 哦 你不會讓自己有遺憾 對對我不會讓自己有遺憾 就是 不要讓自己後悔吧 哦 哦 對不要讓自己後悔 所以你不會管說你現在的狀態 或者是 你有沒有辦法給別人未來 就是 不會想這麼細這麼多嗎 其實我覺得 呃 有 就是 怎麼講 就是我覺得 嗯 真的 真的 在一起 真的在一起 然後 的話我覺得 還有 還有很多空間 可以去 去 去溝通啦 我覺得 不一定真的 因為我覺得本來我寫的是 比較偏激的 嗯 對就是 好我沒辦法達到 那我就離開 那我覺得它是我的價值觀 但是我覺得我真的 實際在戀愛中的話 我覺得 很多事情是可以解決 跟溝通的 嗯 所以其實 在於這方面對我來說是還好 嗯 最近你也是屬於那種就是 比較 嗯 敢愛敢恨的那種人吧 這麼說的 算是吧 算是 哦好 那為了要測試你是 到底是哪一種 戀人呢 嗯 我們這邊準備了一個 網路上的愛情心理測驗 嗯 那對 先說這個網路測驗是來自於 去測原創 嗯 然後呢它就是會有 這邊會有幾個題目 然後呢 來分析說 欸你到底是哪一種 動物系戀人 它是用動物來形容你這個人 嗯 我好像有測試過 你有測過嗎 好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可以再測試一次看看 好 好首先 第一題是 你覺得 步入婚姻的先決條件是 第一個是 絕對忠誠 第二個是 門當戶對 第三個 三觀一致 最後一個是 感情深厚 三吧 三觀一致 三觀一致 OK好三觀一致 好下一題 你希望是 就是第一次約會是在哪裡 有遊樂場 海洋館 DIY蛋糕店 咖啡店 極限運動 喔 極限運動 喔 極限運動 可是你會喜歡極限運動 第一次 可是遊樂園其實跟極限運動也差不多啊 極限運動 我不知道可能就是滑板之類的吧 我不知道 好不好 那我選游樂園好了 好游樂園 好跟我一樣 好下一個 遇到心儀的人 大多數時候你會 勇敢追求 默默陪伴 主動吸引 止步欣賞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是主動吸引 就是去吸引對方 那跟主動追求有什麼 三個一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 三個一有什麼關係 嗯 就是 直覺嗎 直覺啊 那 勇敢 我覺得主動吸引比較像是讓對方愛上你 然後主動追求有點像是你去 追人家的感覺 喔 三 喔 主動吸引 好 下一個 當你機場露露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第一個 只會點你吃過的店鋪 第二個是 想要嘗試新的口味 第三個是 詢問其他人的建議 第四個是 看到什麼就吃什麼 真的很餓的時候是不是 對 機場露露 的時候 嗯 嗯 你可以怎麼選擇 嗯 好 想要嘗試新的口味 對 可以 好 下一個 在戀愛中你最無法接受的是什麼 第一個是 被貶低 冷暴力 第二個是 畫大餅 就是空口說大話 然後不作為 然後第三個是 出軌 說謊 最後一個是 支配 三 最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出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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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軌比較還行 那說謊 喔為什麼 為什麼出軌可以說 不行 因為他出軌的時候 就等於是說謊 喔 所以就是基底是說謊 OK好 那我們來看看喔 你的 你會是哪一種動物 喔 他說你是 貓系戀人耶 蛤 哈哈 哈哈哈哈 像貓嗎 你像貓嗎 我不是 好 然後呢他說你 高冷傲嬌又甜又野 是在戀愛中讓人 捉摸不透的類型 是嗎 很不像嗎 很不像 我不知道耶 真的嗎 他說 你需要一定的空間 可以給予關心 但不要插手你的生活 個性比較獨立 自我 不喜歡被命令和說教 然後防備性比較重一點 這樣 喔 這個後面的解釋是滿 蠻準的 對 那個性含蓄慢熱有嗎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內心固執 不聽他人的安排 哈哈 昨天講得都沒有很好 哈哈 好像是耶 好像是嗎 口是心非 詞不達意 不太會說話 詞不達意是真的 喔 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他說 你一般情況下不具備攻擊性 但是你耐心被消耗掉的時候 就會瞬間爆發 喔 我覺得跟我現在狀態蠻不同 很像喔 我以為我是犬 喔 你以為你是狗 不是喔 你是貓 我是 然後他說 喔 他說你的絕配戀人是狼系戀人 頂配戀人是狐系戀人 天仙配戀人是惡哈系戀人 那你猜我是哪一種 你是 哈哈 超難的 還有什麼 就是你就猜動物嘛 就是你認識的動物裡面 動物 你應該是 呃 在 在北極的那種 企鵝 企鵝系 為什麼我看起來很冷是不是 企鵝蠻活潑的啊 喔 真的嗎 哈哈 就是在冷冷的地方 就有人會有人覺得 企鵝是活潑的 好啦沒有我是 惡哈系戀人 惡哈系是啥 他說我可蒙可見可霸道 又暖又瘋又沙雕 既是最佳神友 又是絕佳戀人的類型 你自己念這道有沒有羞恥一下 哈哈 我覺得 我覺得好丟臉 好啦我們趕快 我們趕快跳下一題 我們回到剛剛的那個But I 好 因為在But I裡面你有拍MV嘛 然後這是不是你首次嘗試演類 是偶像劇之類的劇情 那你有覺得演戲有就是 什麼很有趣 或者是很困難的地方 呃 我 我覺得 呃 就是為了那時候得知 本來要演戲 其實那時候有做很多練習 哦有做很多 對就是 我在拍攝前 我就一直對著鏡子 模擬那些情緒 對 那我覺得最 好玩的應該算是 就是 你掉到那個情緒裡面的時候 就是你已經不管 旁邊有誰了 嗯 對你就是掉到那個情緒 你就是假如說你是要 展現你是 呃 現在在戀愛中很開心的 那你就只要想快樂的情緒就好 那 你 你很狼狈很落魄的時候 其實你就只要想難過 嗯 的情緒就我蠻享受掉在 那個情緒裡面的 因為其實我在 呃可能 現實生活中 有時候 有一些難過的情緒的話 我會趕快把它收起來 我必須要趕快繼續 就是 你知道嗎 對你要趕快恢復理智 但是我覺得演戲的話 你就一直在 待在感性區域 啊 你就可以盡情的 沉淪這個感覺 你就一直在那個 邊界你知道嗎 所以 我覺得 呃 一開始看 可能看別人演戲 嗯 就會覺得哇 你怎麼會 就是情緒起伏這麼大 就是可能會突然 說哭就哭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的演員 就是說哭就哭 說崩潰就崩潰 但是其實 呃可能自己實際去做的時候 我發現 哇其實 我感覺他們 滿 滿爽的 啊 對 他們可以在 對一直 他就只要挖掘那個情緒 然後掉在裡面 然後我覺得 呃 我覺得 對我來說 那一天拍攝 我覺得都 滿 滿開心 嗯 那有很難的地方嗎 知道你做什麼 你覺得啊 好難做做不到 很難的地方 我覺得是 打架 沒有 打架還好 喔真的喔 喔很難的地方應該是 呃 因為 我們是拍MV 不是演戲 就是沒有 沒有 沒有台詞的 對所以其實 要在 呃我覺得是 是鏡頭語言吧 就是 假如說我跟女主角 在互動的時候 其實我可能講很多話 嗯 可是其實 在鏡頭前面 你是看不出來 因為他 看不出來你講什麼 你要用肢體去表達 嗯 就對我來說最困難的地方 是這樣的 喔 那像拍But I這種 偶像巨式的MV 跟拍像野男人 那種的MV 你覺得哪一個 比較 你比較喜歡 當然是野男人啊 那種還是你知道嗎 喔野男人 喔野男人非常的愉快 喔你就 等一下就耍帥就好 對我一天 每一天都在做自己 那一天就是 喔我覺得我是野男人 我就是在街上 然後就是 這個就是我在台中 這個就是我這樣 喔所以也不會覺得說 野男人那樣對嘴 這樣很尷尬之類不會 不會我覺得野男人非常好 那一天 喔野男人的話 就是要特別嚇到Stay High Crew 哇他們真的很厲害 喔喔 那個導演 嗯拍的喔好厲害喔 真的 真的很厲害 他們有很多特別的鏡頭 對對對對對 那你翻了幾個跟斗啊 我翻了四個啊 喔真的喔 所以那個是那個不是導演要求你 那是你自己突然心血來頭想翻 是嗎 因為就感覺可以翻 喔哈哈 對然後 有一個鏡頭其實沒有用到 是在馬路上面翻 喔那個也很開心 就是 我怎麼在馬路上面沒有車子啊 就是紅綠燈的時候 嗯 然後 呃 他是一個 欸那是哪裡啊 西門町吧 西門町有一個 十字路口 然後 就紅燈的時候 就導演安排就是我們 我們一群 一群人拿著一個鏡頭 然後在那邊亂跑這樣 嗯 然後 反正我們就亂跑 然後我翻完了之後 我們不是要對嘴嗎 音樂開很大聲 然後我就對 對面的 就機車我一直在那邊 嗯 然後當作我在表演 然後那個機車騎士 就 一臉懵屁的看著我們 這樣很尷尬欸 對 但是我就覺得 很好玩 那為什麼後來沒有用那顆鏡頭 因為我自己覺得翻得不好看 喔 對 那本愛的話 裡面 你有沒有最深刻的一場戲 最深刻的一場戲 應該是 最後的 哭戲 喔 對 你有花很多時間去醞釀那個 哭的感覺啊 有有有有有 我前一兩天都在看一些 悲傷的 對 其實我 我原本看那種悲傷的劇 我會 就算很想哭好了 我會 忍住 忍住 但是那天我就想說 好啦 我趕快 把那個情緒找出來這樣 所以 呃 我們當天在拍攝的時候 其實我們拍了 22個小時 那是最後一場了 然後其實 都是在 呃 就是身心已經很疲倦的狀態 對 然後 然後 我覺得那時候在揣測 這些情緒的時候 呃 也有點 呃 也有點本色演出的感覺 就是 我想要營造那個哭戲的感覺 不是 呃就是 男人流幾滴淚 就結束了 而是 他想要流淚 但是 沒辦法 不能讓他流出來的感覺 就是有點矛盾 然後有點那種掙扎的感覺 對 所以 剛好的是 就是前面是拍舞蹈 所以其實我 然後整個身體都很累的狀態這樣 嗯 然後 然後整個心 就已經在那個情緒裡面 所以其實那個哭戲對我來說 呃 是印象最深刻 喔是印象最深刻 因為你那時候身體也 就是已經到極限 對對對 所以你沒有花很長時間 才哭出來吧 就是應該蠻快的 沒有沒有很快 很快 這麼累還哭得出來 我們那個take好像只拍了 三次吧 哇 那其實蠻快的 對 但是我覺得 導演也是蠻厲害的 就是他一直去引導我那個情緒 然後 呃 就他不會讓我那個情緒中斷掉 嗯 好精彩喔 那像Blai這個MV跟 起點的MV呢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問這件事情嗎 是因為我之前訪問過艾薇 然後艾薇就說 因為他跟你說 他就說你們兩個很熟了 然後所以他說 其實錄音上面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問題是拍MV的時候 他就說在拍起點的MV的時候 你們兩個就只要一對到眼就會想笑 然後我可以學他怎麼講 他就說 他會告訴你們說 欸 come on come on 專業專業OK 這樣 是不是也很像 然後呢 對 對他就說專業專業OK 這樣我們是專業的演員 然後我就想說 那像拍Blai跟拍起點 哪個比較難拍 他說你們後來起點就是 就決定說 那你們就不要互看對方 這樣子 我覺得 呃 起點 因為我先拍嘛 前半段都非常順利 嗯 後半段遇到他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 太好笑了 止不住的笑意 就是看到他就是覺得很想笑 看到他對嘴也想笑 就是 那怎麼辦 之後怎麼辦 喔之後就是不看啦 就不看啦 對對對 然後有幾個take就是 我們兩個的景 我們拍完了之後 要拍各自的 各自的嘛 然後 呃 我先看他 然後 呃 我就好忍住了 完了之後換他 就是換導演拍他的時候 對 然後剛好我就站那邊 然後他就 他就轉過來 然後攝影機在我的 左手邊 嗯 就是 你知道就是一個 你很很熟的朋友 然後在 在我們一起在做這個 很 很 很震驚的事情 對對對 你拍MV的時候要很投入 這個 對然後 然後 你就會看到 喔 喔 艾薇在那邊耍聲琴 對對對 對對對 我覺得如果最難 最難的話應該是 我覺得這兩個都不算難 對 最難的話應該是 如果我拍Butt Eye的時候 艾薇來探班 這個最難的 因為你Butt Eye要更深情 對對對 如果我在哭的話 我哭 然後看到艾薇 我覺得我應該會笑出來 兩者結合在一起才是最難的 對這兩個 還好沒有結在一起 對 因為在Butt Eye中 我們又回到本來 他裡面就是 有講到你演那個 便利商店店員 然後還有在公園裡面寫歌 然後因為我看他寫說 喔這些都是你的真實經歷 然後導演把他放進去 所以你除了當過便利商店員工 然後運動員 然後還有現在的歌手 你還有當過別的 你有做過別的工作嗎 我有做過 火鍋店 喔火鍋店 哪一家 台中的嗎 台中仙友 喔在哪 仙友 仙友他 他在北屯 喔在北屯 在我家附近 所以是高中的時候去打工 對高中的時候 然後因為他是 又有火鍋又有牛排 所以我是在裡面接牛排 喔你是接牛排 然後發現多才多野 那你還有做過別的工作嗎 沒有 我 就牛排然後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也是高中的時候 便利商店是 呃 也是 19歲吧 喔 結束之後 你結束之後還去那個喔 對對對 因為就是 我那時候是剛上來台北 然後就發現 哇那我錢不夠用 對 然後就是去賺一下錢 就做個工作 那你有被認出來嗎 就是在便利商店打工的時候 喔 我有被認出來 但是我都會 都會 隱藏掉 躲掉 但是其實被認出來 其實也還好啊 對 就是會互相看見一下 所以會承認這樣子 會啊就是 對啊我是 那如果說不當歌手的話 你會有想要嘗試別的職業嗎 自己心裡會覺得 欸好像蠻有趣的這樣 嗯 嗯 我想要 嗯 我覺得我會想要做 呃帽子相關 因為我很喜歡帽子 喔真的喔 對 我很想要做 就是自己做 做一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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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所以帽子是你的標配的感覺 就我很喜歡戴帽子 我就是 我沒有帽子的話 我沒有安全感 嗯 對然後但是 呃因為自己喜歡戴帽子 所以我會常常去買帽子 嗯 就是我發現帽子很多 很多種類很多 不一樣 就算是 呃鴨蛇帽 或者是snap bag好了 就是它有很多 有不同的設計 對有不同的設計 還有頭型 還有那個高度 我覺得這個是 我蠻有興趣的 對有不同的版型 什麼的 對 所以不會想回去當運動員 呃我覺得 不會欸 喔真的喔 對我覺得 運動員 我覺得對我來說 如果他真的是一個 呃職業的話 他的代價跟 所要 需要努力的地方蠻多的 蠻多的 但是我不是一個自律人 所以其實 我覺得我很 當運動員 我是一個很不稱職的運動員 喔 對對對 因為這個艾薇有講 艾薇說 你很不會照顧自己 哈哈 所以說 如果運動員跟創作歌手 還是會選擇當創作歌手 就對了 就是可能比較符合你的個性 這樣子 嗯 OK 那講到創作歌手呢 就是我自己想要問一首歌 有一首歌叫做 賴達嘛 你的 你的新專輯裡面的歌 然後他裡面有一段歌只是說 不知道念出來會不會很適啊 創作寫日記本 I won't lie 創作寫日記本 對 創作寫日記本 這些忐忑現在卻要拿來賣 那你覺得創作帶給你自己最大的力量是什麼 我覺得我一開始喜歡創作就是 呃我不喜歡抱怨 不喜歡埋怨 噢 一些事情 對 但我覺得藉由創作寫出來 對我來說是抒發吧 嗯嗯 對我覺得這個 呃這個過程蠻有趣的 嗯 然後其實你有時候自己 呃可能你寫一個主題 你寫探討一件事情 你甚至沒有答案 嗯 可是你寫一寫就會寫出一個心得來 嗯 就我覺得這個過程 創作這個過程 我是很喜歡的 嗯 而且它可以 排解一些自己心裡的壓力 就是一種抒發啦 對 嗯而且確實感覺寫一寫的時候 確實 等於說你同時也在整理你自己的想法 對 那意思之後就會得到一個解答 對 這樣子啊 然後我覺得 呃創作也很好玩就是 就是 假如說我 呃十年前寫一首歌 嗯 你 你十年後 你再回去聽 嗯 哇我覺得這個是不一樣的 就是 它是紀錄你 那個時候 嗯 雖然像寫日記本的感覺一樣 對對對 而且它是用音樂就是 我不會想要自己翻回去自己的日記本 可是我 我很喜歡 聽歌 然後我回去聽自己的歌 我就覺得 哇很奇妙 嗯 就覺得喔原來 就是兩年前我寫歌 是這樣子的 對是 感覺這樣 好酷喔 那 只要是饒舌歌手來 我通常都會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會很在意自己的音樂 是不是主流嗎 我覺得主流就是 我 我不太會 哦 對因為對我來說 主流就是 很多人聽 大家都喜歡聽 但是我覺得對我來說 現在嘻哈就是主流 哦就已經是主流 我反而是 呃大家越喜歡的東西我越不想做 哦真的嗎 對 好酷喔 就是我會希望是 呃如果大家 特別 就現在在風drill 對 對但是 我覺得 你就不想做那個 對我就不想做那個 哦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想就是 我覺得是 那種跟風跟大家喜歡 我是滿足的 哦 應該是說感覺是 你可能會覺得今天你想做 然後你才去做 而不是因為大家喜歡 對 所以你才去做 如果我真的一開始就很喜歡drill 然後drill開始流行的時候 我可能會 哦好那我必須要做更好的drill 可是我沒有 沒有一個 呃 可能現在流行的東西 我根本壓根就不是 那一掛的 對你不適合或者你不想做 對 我覺得我覺得不需要 去迎合其他人嘛 我覺得創作本來就是 對我來說就是抒發了 那我幹嘛去買 確實確實 對啊 因為你把他當抒發 不是把他當商品 那如果說你今天創造出了一首歌 那首歌你超級喜歡 那種風格什麼的 嗯 然後可是 就是好像可能點閱率很低 或者大家其實沒有很 很能接受 也許 也許歌詞裡面有些 我不知道 心山色之類的 但大家其實不能接受 可是你自己很喜歡 那你還會堅持這樣的創作嗎 呃其實我覺得 不能接受 這一點我到時候還好 哦是哦 對因為 呃對我來說創作他就是 你不需要任何道德 你不需要任何規則 對就是你是抒發你想 不能被束縛住 對 說不定他有一些創作的東西 他不是 呃你真的這麼想 嗯 就是可能好我在 假如說 好比說我在愛情是 呃很 呃那個詞叫什麼 跟就是我不會背叛我的女朋友 嗯忠誠 對 對 對 想說我是很忠誠的 對 可是其實 我呢 看了那麼多電影 你看了那麼多書 其實你對愛情它 對於 信好了 它是有無限的想像 但是 對 不一定是你創作出來 你唱出來 這就代表你自己的價值觀 哦 所以我覺得反而 如果是這樣子被束縛的話 那我覺得乾脆比較創作 嗯 就我覺得會被局限太多 我覺得創作它就是 它不一定是創作嘛 對 我覺得它是另一個宇宙 我覺得它是另一個 嗯 另一個世界了 我覺得根本不需要 呃去滿足 或者是去想 局限這麼多 哦 例如Foreign Night嗎 對我覺得就是 對 這首歌就是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概念這樣 哦 OK 那剛剛因為講到主流嘛 講到主流的話 就是現在想問一首歌 就是那個Oh My God 對 我自己聽了之後覺得 欸 滿有興趣的 因為裡面就是很多那種 憤怒不爽的情緒 嗯 因為他講的就是要打破傳統思維嘛 嗯 那我想知道你當初怎麼會寫這首歌 感覺喔 超氣 嗯 呃 我覺得 首先是因為 我是運動員 對 運動員裡面有一個 不成文的規定 就是學長學弟制 哦 對 教練說什麼 運動員裡面有喔 對 學長學弟制啊 然後教練啊 然後 呃出社會之後又有大人啊 老闆啊 嗯 對我覺得 就是 呃 對我來說我自己 還只是一個 剛出社會的一個年輕人 嗯 我覺得對我來說我還是一個 小孩 我覺得 嗯 每次他們大人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對 我就會覺得很 不理解跟 不諒解 就是 憑什麼 憑什麼我要聽你的 憑什麼我要怎麼做 所以其實我 我那時候在練 我練體育的時候 我就是那個 最 最 叛逆的人 對我覺得最叛逆的 然後跟 在學校裡面也是 這樣不會被定嗎 我就是被定的那個 喔真的喔 這很辛苦耶 哇 我高中的時候 哇被定到爆了 感覺你超叛逆 就是協議裡面 就是留著一個叛逆的 對 我是我是 對 所以我覺得 oh my god 其實 其實oh my god 他 對我來說沒有到 真的很憤怒 就是 我沒有 我沒有罵 我沒有真的 就是 可能我是真的罵髒話罵你 這樣 我覺得對我來說oh my god 就是大人講了一個話 然後你就oh my god 你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 哈哈哈 那種感覺 對 他就是一個 你當下一個反應而已 對 那有沒有哪一句話 就是你真的 印象最深刻 就是 你怎麼會講出這種話 傻眼 的那種 很傻眼 嗯 喔 或是哪一種類型的話 是你覺得 我是大人 所以你要聽我的 真的有人會講這種話 我吃過的飯比你 什麼什麼還多 喔喔 我吃過的鹽 比你吃過的飯還多 對 所以 我的 就是我的 我的 我活的歲數也比你高 你必須要聽我 這樣 或是什麼 我在哪裡哪裡的時候 你還在喝奶呢 就是 這種話超級勤了 對 所以像是我是大人 所以我知道怎麼做比較好的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那種是 假裝為了我好 然後 然後在那邊 亂出意見 喔 所以那你當下的反應會怎麼樣 你聽到這種話 我就 喔喔喔喔 就是假裝 假裝理解 但實際上就想說 隨隨隨便這樣 就是心裡有無數個種子 喔喔喔 所以在 做運動員好像 也蠻辛苦的 這樣聽起來 喔 運動員的話 很多耶 像 呃 假如說沒跟學長打招呼 就會被罰 喔真的嗎 就會被罰 然後 然後 呃 罰就是體罰 跑超廠之類的 對然後不聽教練的話 然後 就是教練不爽的話 他也可以罰你 嗯 對但是即便你沒有做錯 你 即便你沒有做錯 啊 你選擇為了 你認為 對的事情 發生的時候 你反而 還會被定 嗯 對所以我就覺得很不合理 對啊我覺得 學長學姐 學長學姐 或學弟學妹這種制度 其實蠻 讓人疑惑的 就感覺 尊重是當然要有的 可是如果他變成一種制度的話 就會覺得 oh my god 是 oh my god 對 那因為剛剛講到你身為運動員的經歷嘛 那裡面有一首歌是那個 各就各位預備 這樣 然後這首歌 你可以講一下他的故事嗎 雖然你可能講過很多次了 哈哈 各就各位預備喔 對 嗯 我想一下 各就各位預備其實就是 你受傷的故事 是嗎 對 我練 我練體育練了六年 哦 對然後我覺得這些 就是各就各位裡面的 歌詞就是 我在運動員時期 有一些是記載我自己心裡的話 就像是 我罵我自己的話比你罵得更難聽 對我覺得這是我面對 可能 評論啊 或者是其他人的酸言酸語 我自己選擇的句子 對所以其實我覺得 就各位 就是我 我當運動員 我覺得運動員心態 我自己在想跟思考的事情 對 然後我覺得裡面有一些真實的故事 就是 我練了六年 但是我受傷了四年 哦 對 受傷是運動員的那個大忌耶 就是受傷這種 對就是 呃 所以我其實也是想跟運動員們講 就是 好你即便受傷了 我覺得 嗯 你看我練 就是大家好像看我什麼 全中運 全中三週冠軍啊 好像很 嗯 光鮮亮麗 但是其實我練了 我練體育我受傷了那四年 其實也是 很痛苦 很痛苦 很辛苦 我覺得我就是 對我覺得 呃 反而是 我希望運動員們聽到了 我覺得可以再更 把自己就是 放輕鬆一點 嗯 對就是運動員 我覺得 台灣 我覺得運動員 呃 高中 就是我覺得 可能體育環境比較這麼好 所以我覺得高中階段 大家必須要把握一下 嗯 對就是我覺得你不一定要 一直把你自己局限在運動員 嗯 對我覺得你就是只要把 你高中那個時期 運動的那些階段 就是 你努力拼過了 對 那我覺得你不需要一直 呃 鑽牛角尖在 可能受傷啊 或者成績不好的事情 對 我覺得隨時報失 最好的狀態 對我覺得那才是最重要 嗯 對 因為這首歌是寫跟那個 運動有關的嘛 然後其實我自己聽完之後 有點 我自己別的想法啦 你要聽嗎 你說 沒有就是我覺得它其實 呃 不只局限在運動 對雖然聽起來是運動 然後 整個就是前面有槍聲嘛 什麼就是一個 運動的感覺 嗯 但是我覺得 也可以適用在於 就是生活中 面臨挫折的人 嗯 因為就是對我來說 就是挫折就是 心裡面的小挫傷嘛 就可能跟你運動受傷 可是你後面還是 有振作的感覺一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 這首歌是適用在 呃 所有人任何生活中 遇到困難的人身上 嗯 對 你看我 這樣感覺我好 我是多慮了嗎 非常非常欣慰 喔很欣慰嗎 我有蓋到你的那個點嗎 對 好好好 好像不是我自己自我解讀過多 會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這一首歌 然後因為剛剛講到 就是面臨一些低潮或是受挫 然後裡面也有一首叫做 Keep Falling這首歌 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 想知道你自己 如果遇到低潮或是難過的時候 你會怎麼度過 創作 創作 喝酒 創作 我以為是找狗狗 找狗狗 對阿 你說摸就是找我家吳安 對阿對阿 你不是需要養狗嗎 會阿會阿 但是難過的時候其實就是去摸他一下 開心的時候也會摸他一下 喔對對對 可是創作跟喝酒是你一定會就是做的事情 對 我一定會做 我覺得 在 喝完酒的時候創作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喔 對 對就是 需要有一點酒已經 對就是大 就說啦 就需要有一點感性 需要有一點抒發 對 喝酒會有感性 創作會有抒發 我就是饒舌歌手都會這樣嗎 因為我上一次訪那個饒舌歌手 是那個Frankie Alpha 然後 喔你也訪過 Alpha 對有訪過 Alpha 然後我問 Alpha說 那你難過的時候怎麼度過 他就說 喝酒 他就說喝酒 找酒肉朋友 哈哈哈 欸 差不多 差不多 好像說 哇 人來饒舌歌手都一樣的方式 酒精是非常 必須的 對 那你有難過的時候會想去的地方嗎 介紹一下 療癒景點 療癒景點 我朋友家 喔朋友 就一樣嘛就是找酒肉朋友 因為他家有PS5 喝酒什麼的 喔 打電動 因為他家有PS5 邊喝酒邊打電動 好 重點是電玩 對 就會是電動 好 請這個朋友就是注意一下 無備裝你都認得這個原因 對 好 那這張專輯呢 是你自己送給你21歲的禮物嘛 然後因為你之前你剛剛前面都有提到 你有去參加森林之王 然後後來去全明星 然後再來發行這張新專輯 那你覺得你在這三年中有什麼轉變嗎 你自己的變化 不論是心境啊 或者是創作 嗯 我覺得 我最大的變化應該就是 我想想看 心境上不是說 可能變得更成熟 或者是 變得更 怎樣怎樣 我覺得好像不能用成熟來形容我 好 真的嗎 還是經歷過更多了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在本質上面啦 我還是一樣 就是我還是一樣衝動 嗯嗯 對 我還是一樣野蠻 嗯 覺得出來 對 但是 呃 我覺得真的最大的轉變應該是 呃 比較 懂得 跟人溝通跟表達 相處 比較圓滑一點 對 比較圓滑一些 因為我覺得 呃 像 不管是運動還是做音樂也好 我身邊多了很多人 嗯 對 就是音樂的話我製作團隊 嗯 然後 呃 運動 在全明星的時候也是 我莫名其妙多了很多隊友 哦 因為我以前 田徑是個人項目 對 單打獨鬥 對 那 我覺得 呃 我自己 在這三年比較深刻就是 如果我身邊 的 的人 跟我目標是一致的話 那我覺得我必須要信任他們 對 就我們目標一致的話 那我不需要一直執著於 噢 我想怎麼做 我想要幹嘛 嗯 因為 竟然我們 好比說音樂好了 我們都想要做出很好的音樂 嗯 對 然後我一直執著於 我可能以前會一直執著於 我要什麼音樂 嗯 阿你為什麼不給我 嗯 對 我要寫這個 有什麼好不能寫的 嗯 對 但是 就想一想其實 我們 我周遭的團隊就是沒有人要 為我 就是 對我不好 對 大家都是為了我好 大家都也都是想要讓我成功 對 大家都想要讓我成功 對 那 那我就 我就 比較調整說 好 那 如果我自己想要做什麼的話 我要去說服 嗯 說服老闆們 說服商店公司 對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 我還是一樣屁啦 還是一樣幼稚 但是我覺得在 可能在工作上面 跟我自己 很執著的事情上面的話 我會變得比較 比較 更懂得怎麼去處理它 對 我覺得就是 用大人的談話來處理這件事情 對對對 而且 對啊 而且其實從 選秀節目到 全明星到 現在出專輯 其實都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情 對 就有很多人 是跟很多人有關 對 這個是非常 非常 我覺得又幸福又辛苦的事情 喔 辛苦怎麼說 哈哈 就是我覺得 因為人多嘛 我覺得 要相信對我來說是 比較困難的一件事情 喔 對 信任這件事情 對 你是貓系戀人嗎 就比較難 比較難 比較心裡面比較有防備這樣子 嗯 所以它是 對 我覺得它是一個需要學習 可是如果你真的 要相信了別人 然後別人也是值得你信任的人 就會變成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 對對對 所以這張專輯 就是恭喜你發行 它是你21歲的生日禮物 算是生日禮物嗎 或是給自己的一個紀念吧 對 算是我 那有想過就是 22歲要給自己什麼禮物嗎 現在可以先訂一個 嗯 訂下一個目標 嗯 其實也還好 因為 當初在做 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禮物了 對 我覺得現在 因為現在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發專輯的成功 就是發單曲的成功率 比專輯還要高 嗯 就大家都偏向於 單曲單曲做 或是你就發EP啊 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 就也要特別感謝我公司 跟唱片公司 就是願意相信我 讓我發專輯這件事情 嗯 因為它不只是幫我圓夢 我覺得 哇裡面十首歌 真的是代表 我可以記錄我自己的21歲 對 這是大家都想要做到 對 然後我很幸運的 對 完成了這件事情 而且還可以分享給大家 對 那 因為我現在也在 就是回歸創作了 開始在做我自己的第二張專輯 所以其實好像 好期待 對我來說禮物 禮物 好像還好 如果真的22歲 我想要的禮物的話 就是大家把第一張專輯聽爆 啊 對對對 讓它有更好的點擊 對 然後23歲 再把我第二張專輯聽爆 24真的第三年 可以可以可以 對 相信大家都做得到 對 那因為我們現在都正值青春年華 我們都21歲 對 那你有沒有覺得 因為 從2019年開始就有COVID-19 然後你後來也寫那個話 吳熱拉這首歌 對 那你有沒有覺得說 被這段期間裡面 被疫情剝奪 剝奪掉最嚴重的一個東西 就是影響力最大的 我覺得我們應該都很有感吧 因為我們都還在 一個努力的階段 就是遇到這種狀況 嗯 我覺得好像對我來說還好 還好嗎 因為我就是宅男 哦 所以就沒差了 可能就是不能出去運動 嗯 這樣子 被剝奪的喔 就是 會有比如說什麼 就是 跟音樂有關的嗎 或創作 還是因為剛好那時候 也比較沒什麼表演 所以就還好 哦 表演喔 對 因為目前是有還蠻多 就是放過一些樂團 他們就是說 哦 可能一些表演 然後就沒有辦成功 或什麼之類 只有比較可惜 或是你自己有就是 確診過嗎 我還沒有我還沒有 你還沒有哦 身體健康身體健康 哈哈 摸桌子摸桌子 對 因為 我自己覺得 我好像 跟 公平共處得還不錯 哦 反而就蠻勢力的 就是我覺得 就是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那其實也不用去 特別 呃 不開心這件事情 因為它就是確實發生了 反而是我們之後 要怎麼面對這件事情 嗯 我覺得真的唯一被剝奪 就是你在路上 沒辦法真的 一眼就看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就是大家戴著 他跟想像的不一樣 大家都戴著口罩 你知道嗎 就大家都又帥又正的 對對對 對那 我覺得 反而是 人跟人的距離 呃 拉遠了吧 哦 對就是戴著口罩 然後大家都是 哦 視訊啊 對在疫情期間 大家都是用手機 對 在溝通 對 你知道我有一個學妹 因為我自己還好 我大一進去 進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COVID 然後可是我有學妹 就說他跟他同學相處了兩三年 他都不知道他到底長怎樣 就是他如果脫下口罩 就認不出來了那一種 蛤 是嗎 真的喔 對因為有些是 呃就是比我們年紀小的人 他們是一進大學就戴口罩了 所以如果你跟他沒有很熟的話 你就不會 你大學四年都不會知道 他到底長怎樣 哈哈 所以只會記得眼睛上面的部分 那這也蠻酷的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確實是把大家的關係 就拉遠了是沒錯啦 對啊 可是就是說真的 我們就是 就像花啦烏拉拉裡面寫 欸你要不要講一下這首歌啊 為什麼會 花啦烏拉拉其實就是比喻 呃 疫情是下雨 嗯 對就是要是哪天天空放晴 我想我會去找你 我覺得這就是 好如果真的哪一天雨停了 或者疫情結束了之後 我會奮不顧身去找你 我覺得他有一點點愛情 但有一點點也是在 在比喻我對於疫情的一些無奈 對 對啦多少會無奈啦 對對對 可是就我們還是要 樂觀正向看待 對 OK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又見到我們節目都會 慣有的一個環節 就是我們要來 詢問我們的受訪者 一件不為人知的事情 好 那請無非來分享一件不為人知的事 就是不為人知的事可以不用是秘密啦 就是你沒有在其他節目啊 或者是社群上說過的 好 可以來分享一下 我很不喜歡 因為我在錄音的時候 嗯 後面有人 蛤 對 錄音 錄音的時候後面有人 對 為什麼 呃 我可能有一點被害妄想症跟 被害得非常大聲 嗯 然後再專注我 就是我會自己跑到 另一個世界裡面 哦 所以就是我原本的肉體 如果被 就是後面有人 我會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哦 所以如果要有什麼指導老師 要指導你也不可以站你後面 就是 只有旁邊才可以 所以其實進錄音室的時候 我非常開心 就是門是鎖的 對 不會有人進來這樣子 對然後就是那個小房間 就是我一個人 哦 就是屬於自己 但是我們在創作的時候 真的有人在我後面的話 我會 我會非常 不開心 哦 我就會叫他們 是因為你太沉浸在那個 世界裡面 對 如果真的 我在錄音的時候有人摸我背 我可能一拳就過去 嗯 欸那我可以跟你分享一個 我不認知的一件事情 因為 因為你剛剛 你不希望有人站你前面 不是 跟你的有點類似 但我的 我的地雷有點像是 我不喜歡我在聽音樂的時候 有人跟我講 齁 因為有些人是 他可以邊聽音樂 邊跟你聊天 可是我沒有辦法 就是我只要一戴耳機 我會很認真的去聽這首歌 歌詞啊 或是樂器什麼的 就是 如果你這個時候 就是拍我肩膀 然後跟我講話 或是硬要跟我聊天 我就會覺得 被打斷了 這個仿剛是你說的嗎 對 哇 非常非常的好 怎麼了 你真的有認真聽歌詞 有 欸 你有沒有看我的Spotify 打開來全部都是 哇賽 那你沒有被打斷吧 對我在聽我的歌 沒有 因為我自己是 就是真的很不喜歡 而且我會把 我會把聲音開超大聲 就是 那你剛剛不要開抗照的 喔 沒有可是抗照我會暈 我會暈 為什麼 你不會 你在AirPod Pro不會暈嗎 我不會 兩隻都在超暈的欸 就是那個 耳壓的問題 是喔 對我自己 我覺得我自己體質 我自己體質 因為我是很容易暈車的那種人 對 所以我覺得是我自己體質的關係 然後 對 謝謝 謝謝 可是因為我自己帶那個 就是有線耳機的時候 就是我會開超大聲 然後大聲到我旁邊的人 都會聽到那種 然後但是我一直就是 就是我不想要別人叫我 或是打擾我 就是我會很專心的 聽音樂 這樣 喔 因為我自己的話 我自己都開抗照 嗯 然後就算我聽到別人那種話 所以你也不喜歡被別人打擾的感覺 我不喜歡 但是我會 我反而會 不要理到 因為你開抗照 就是 我就認真 就是認真的聽音樂 認真的做自己的事情 我就不要放我 在自己的宇宙這樣 對 所以我要跟你說 就是我不是只有就是 為了寫這個仿剛才去聽你的歌 這樣子 我 欸 喔上森林之王是2019年嗎 對 是森林之王2 喔森林之王2我也有 我也有就是 我也有看 對對對 但那是因為我很喜歡蕭敬騰啦 我自己從森林之王1 就有在看的這樣子 然後說看的時候就 欸我朋友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朋友就說 欸我認識他欸 這樣他是我什麼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好扯遠了 好 那 謝謝吳飛來今天跟我們聊天 可是我們之後還有一個 就是快問快答的部分 對 這樣 然後呢這邊有準備了幾個問題 要來問你 好 好 來了 第一題 認為普羅大眾 普龍 普龍大 講錯話講錯 認為 赤洛斯 認為普羅大眾對饒舌最大的誤解是什麼 兇 喔 所以你覺得 對啊 未來會想要就是創作那種 溫柔的饒舌歌嗎 會 現在就有目前就有在創作 兇啊 我覺得就是 好像饒舌歌手都很有錢啊 女生很多啊 對啊 然後車子很好啊 對對對 還不是 還不是 那你覺得這樣專輯裡面 最溫柔的一首歌是哪一首 回來吧 喔 對對對好像是 這樣講的話好像是 okok 好第二題 就是愛情殘酷二選一 第一個是 喜歡你但你不喜歡的人 跟你喜歡但不喜歡你的人 這種老哏的問題 我喜歡 但對方不喜歡我 喔 你覺得至少要是 你喜歡你這樣子 對 okok我跟你相反 我是選擇 欸 我是選擇喜歡我但我不喜歡的人 我自己覺得啦 我自己覺得 可是每個人的那個 解讀都不一樣 我就喜歡他就好 管那麼多高 喔真的嗎 對啊 可是他不喜歡你耶 這樣你很辛苦耶 沒差 我喜歡啦 喔重點是你覺得你自己開心 最重要 這樣子 沒有我會讓他喜歡上 所以 喔主動吸引 主動吸引 okok好所以 無非會選擇 你喜歡但不喜歡你的人 嗯 好下一題 如果選擇 新專輯裡面的一首歌 變成舞曲 會選擇哪一首 滑拉烏拉拉 喔真的喔 你超帥 滑拉烏拉拉 那你有想過是什麼 就是曲風嗎 什麼舞種嗎 有想過嗎 你會跳舞嗎 你會跳街舞嗎 我會 我會一點點律動啦 不敢說自己會跳舞 如果滑拉烏拉拉改的話 我希望他是有點 有點fuck 喔可以可以可以 有點帥 喔所以你自己有想像過了嗎 沒有 你有想像過 剛剛講我在 嗯好像不錯 欸那你說不定可以去試breaking啊 因為就是感覺 運動人應該 我有朋友在跳breaking 但是我覺得 我做不來 對那真的轉 在地板上轉 就太厲害了 會受傷會受傷 那需要很高超的技術 好下一題 無分 我都一直講說 沒事沒事 沒事 沒事冷靜 冷靜 欸那老鼠的歌手 有時候會這樣嗎 你會在台上有就是 不小心就是啪嘴過嗎 我 就是 講說沒事啊 喔就是 把他帶過去就對了 喔好笑好笑 欸欸好笑好笑 繼續唱這樣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也要這樣 好 無非此生最愛的role model 只是你見到然後就 喔再沒有遺憾的那種 Big Band 太陽 真的假的 太陽 我非常喜歡太陽 喔太陽 喔太陽 太陽我覺得真的是 摔到掉下 喔所以你是會聽韓團的那種 我會 呃我不會 全部 反正我就是特別喜歡Big Band 嗯 對 那饒舌的話有嗎 喔饒舌歌手 真的哇太多了 如果我見到饒舌歌手 嗯 嗯 J. Cole 喔 對不起 J. Cole 我不知道欸 是很有名的人嗎 因為我不太懂饒舌區 是 他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就是饒舌界OG的這種概念 喔 那範圍再縮小一點 如果是森林之王2呢 你覺得 喔 就是role model 這樣 很值得你去學習 或者是 你說森林之王2的 選手 選手 喔選手們 你有覺得很 會覺得他的作品就是 盡快一千人 還好欸 還好嗎 所以你說 都是選手 這把監獄搞 我覺得 好 好 導師好不好 好 導師 我覺得 role model 是 都還好 沒有啦 不敢亂說話 嗯 呃 週湯好吧 喔 Nick the real 對 Nick the real 你這樣怎麼對得起艾薇呢 艾薇說他 最欣賞的 就是你的作品欸 最好是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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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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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說他聽了你的那個4R之後 然後他覺得 哇 太炸了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你怎麼對你艾薇 他是沒有說 role model啦 可是他就是說他很欣賞你那一首歌 這樣 有激到 有激到他這樣子 他就覺得 很炸這樣 隨便啦 要講他嗎 蛤 我需要特別提他嗎 好 沒關係啦不用啦 哈哈 ok 週湯好週湯好可以 好 下一題 用兩種動物形容發專輯前的創作跟發專輯後的創作 因為專輯前有一些創作也是沒有收到新的專輯 就在專輯裡面嘛 所以你覺得 兩種不同動物就形容 喔 你說 我 專輯前專輯後的創作是什麼意思 對 就是 發專 就是專輯後的創作就是專輯裡面的寫歌 然後發專輯前就是可能之前寫過但沒有收進來的這些歌 對 喔 對啊 像森林之王的歌也算是發專輯前的創作 你覺得哪兩種動物 我覺得 專輯前的創作很像是 肚子很餓的 哈士忌 你不開口 然後 發專輯後的 發專輯後的我覺得是 嗯 保了的哈士忌 還是很餓 但是在等待獵物上鉤的老虎 喔 怎麼 那那個餓的原因是為什麼 我就是都很餓 哈哈 為什麼 飢渴 就是 呃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對 反正我就是很餓 我需要 呃 我需要填飽我的胃 喔 那這張專輯要更進化 那種感覺 我現在就是在等待我的獵物 原本是 就是炒了要食物 現在就是好我就把那個陷阱放在那邊 喔 更進一步的感覺 對 好下一題 無非是台中北屯人 請推薦一道台中必吃美食 你要好好講話喔 哇太多了 你要是亂講話我會生氣 太多了 你要好好講話 好我講 嗯 一些好了 好可以 呃 逢甲夜市 裡面的 燒餅油條 嗯哼 逢甲燒餅油條 你有吃過嗎 哪一甲 藍色招牌 藍色招牌 逢甲 逢甲燒餅油條 它裡面有一個起司蛋餅 超好吃嗎 超好吃 好 對 它會撒那個起司粉 然後它還有咖哩蛋餅 蛤 我可能吃過但我忘記了 沒關係我下次回去看 好 還有一個是 漢西 啊 但是我這樣講的話 是不是大家都去 漢西夜市 在北屯嗎 漢西 喔北屯喔 我要推薦北屯喔 不是阿沒有說你說那個漢西在哪裡啊 喔漢西在哪裡 我 google一下 我忘記 好像在東區附近吧 漢西在 漢西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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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台中的嗎 對 漢西夜市 東區哪裡 我沒吃過 對東區 它是賣什麼的 它就是 它就是夜市啊 喔你說夜市 啊夜市的什麼 那個夜市 裡面有一個 好像什麼 什麼 海鱸魚 那個超好吃 真的喔 超級好吃 欸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身為台中人 那你有吃過麻藝嗎 麻藝 哇 沒有欸 我以為只要是台中人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給你看照片 好 它就是一個綠色 就是那種葉子 然後會稠稠的 然後裡面 吃過吧 它叫麻藝喔 不然你叫它什麼 我不知道就是 很奇怪 很奇怪 很酷酷的 對 對 綠色的史萊姆 然後裡面有時候會放一些地瓜 喔你有吃過 因為 我就覺得說台中人應該都有吃過 可是外縣市的人會沒聽過 這樣 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吧 喔對他們不知道 他們也沒看過啊 OK他們看他們也沒吃過 喔是喔 對對對 好像只有台中人才會知道 你就形容它是史萊姆 可能有人要知道 那你有吃過東泉辣椒醬嗎 蛤 東泉辣椒醬 它是辣椒醬 它是辣椒醬 就跟艾滋味很像 它是很像甜辣醬吧 對對對 很像甜辣醬 吃過嘛 它也是只有台中才有而已 是嗎 東泉啊 東泉辣椒醬 真的真的 然後 那個 我每次說 朋友問我說 你覺得台中推薦什麼特產 我就說 絕對不會是太陽餅 或是東泉辣椒醬 然後 台中的人才會吃過 喔我有 你有對不對 有有 台中人 我跟妳講 台中人 有一個習慣 就是吃滷肉飯的時候 都配甜辣醬 對 我也會 然後我那時候 剛上來台北 然後想說 台北人不會嗎 沒有 我那時候每次去吃滷肉飯的時候 都沒有甜辣醬 然後我就一直問老闆說 有甜辣醬嗎 他說只有醬油 是喔 我真的假的 我以為大家都是 東泉是只有台中有 我記得是吧 但是我在正大旁邊的Seven 也有買到啦 沒有但是店家沒有 產地 四代台中 這個肉丸如果加熱也很好吃 對 對 我不知道只有台中人會這樣 我甜辣醬真的是家爆 這是滷肉飯 我是狂急 一定要 我肉粽也會 肉粽也會 肉粽也會 你有吃過夜間布 夜間布 哇 我們就是 我們兩個台中是同樣的台中 我們兩個都在講彼此 夜間布也是滷肉飯 喔是嗎 然後那個甜辣醬 怎麼辦我感覺好像假台中人喔 是不是因為我都活在就是我自己的小世界裡面 因為我住西屯區啦 我都在帶在西屯區 你都在西屯區 西屯附近是什麼 西屯赤鬼附近 就是我 呃我住在 沒有沒有我住在秋紅谷 再往上一點 靠近工業區那邊 對這樣因為 差不多太多有加地址 好我下次回去吃吃看夜間布 好 就聊最久的是這一地 喔青梅附近 呃沒有沒有 就是秋紅谷 再往上 秋紅谷 再往工業區那邊一點 往東海大學那邊 喔那蠻遠的 對阿對阿 就算是生活在不同區域啦 對 有一點距離 好 那下一題 三個無非最常在創作 或是freestyle 中用到的詞彙 MOTHERFUCKER 喔真的嗎 對 還有什麼 然後 台中 台中 有吧 台中 超常講台中 然後 還有 呃 我覺得就是E的運好像都蠻好壓的 喔是嗎 所以你最喜歡壓E的運這樣 對 差距阿 喔 什麼什麼階梯阿 這很多阿 E的運很多 所以你們freestyle的話是自己 腦中裡面本來就會有一些詞彙 然後再把它拿進去用這樣 對但是我freestyle我沒有很強 嗯 但是我跟我朋友 就每次回來中的時候幾乎也會跟朋友玩 嗯 對就是真的很好 有一次我就回來中 然後跟我朋友在freestyle 然後我朋友在隔 就是他在房間做作業 然後我們就音響就故意開超大聲 然後我們就隔著一個牆 然後他是那時候還在做報告 然後跟別人 超吵欸 就是他們在聊天做 就是電話做報告 然後我們是隔著那個牆 然後在freestyle 嗆 哈哈哈哈 你幹嘛 你們是嗆 你們還嗆他喔 對 我還吃喔 我以為是你們兩個互嗆 對我還記得說什麼 因為他開門叫我們小聲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說 你叫我小聲一點點 你在那邊做作業 你頭也跟著點 哈哈哈哈 欸好帥喔 好帥喔 Let's go 太壞了 所以你自己就是平常就是無聊 就是也會玩一下freestyle 這樣子喔 所以最想要用到的詞彙就是 motherfucker 還有什麼 台中 然後E運 E阿運的都很喜歡 OK好 那最後一題 因為冬天快要到了嘛 雖然今天很熱 可是這集播出的時候 應該是已經就是 比較涼的時候了 對 請推薦這張新專輯 NOTBAND裡面 最適合在寒冷的夜半時聆聽的歌 FALLING 喔喔 因為他就是一個 講述你低潮的時候 對 非常舒服我覺得 而且我最喜歡FALLING 是最後一段 就是我最後一段是把B卡掉 然後只有我的Vocal 然後下面疊了一些 三五度 第三五度的和聲 就那一段 我現在聽 就是有每次表演的時候 都很有感覺 最喜歡那一段這樣 對 因為他最能夠表達你心裡面的感受 就是其實 如果他 你不開抗照的時候 你 只有那個Vocal 然後你聽環境音 就是你可能出去 過聖誕節 你出去有一些 那個 Christmas的一些音樂 其實他是很搭的 就其實他默默的 墊在後面那種感覺 對對對 OK好 今天謝謝吳飛來跟我們分享 這張新專輯 那之後你有想要宣傳的東西嗎 可以跟我們聽眾朋友來分享 宣傳 當然就是 那就是NOTBED 嗯 宣傳 呃 好 我的首張送送專輯 NOTBED 已經在各大數位平台上架了 然後實體專輯已經 已經在 那叫什麼 波克萊 波克萊 發售 對 然後希望大家 把他聽爆 嗯對 MV要在YouTube 把他點起 喔對對對 Bly Bly 快破100萬 對快破100萬 大家加油 讓他上去100萬 對 上去100萬之後 你會再繼續拍偶像劇MV嗎 呃 我先把那些歌寫出來再說 好 OKOK 好那謝謝吳飛今天來節目跟我們玩 謝謝 謝謝 心意存在組我們下週見 掰掰 掰掰 如果喜歡我們心意存在組的內容 不要忘記留下五星好評 也可以向FB跟IG搜尋存在音樂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及時私訊我們喔 高清舞馬上演 高清舞馬上演 國家地理平淡 這是我的列場 星期五的夜晚準備出場 這是我的列場 星期五的夜晚準備出場 夜晚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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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明 夜晚 夜晚 炙不白 花心嗯嗯只是对女性没有抵抗力 专目去过他们都说我习惯太有力 没有把你老妈拿到姐姐们别给我定位 I don't even share 夜男人野蛮猫就早上扬过镜头摆这个pose 高清舞马上演国家地理平淡 这是我的列场星期五的夜晚准备出场 夜男人 Bone 五的夜男男 就少聊天 夜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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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Pass 谁的地盘 everybody know 十五年的地段是最上等的肉 态度高调 cannot keep it low 十五年的地段有最上等的货 实现注视着烈 无双森林的烟火将灵之不够 实现注视着烈 无双森林的烟火将灵之不够 因为无双森林的烟火将灵之不够 因为我都没有双森林的烟火 因为我都没有双森林的烟火 Yeah my game or me Cause I'm a good Yeah my game or me Oh